先去到這次比賽的場館 場館是在奧騰國際體育綜合禮堂 場館是奧騰城國際保齡球中心 現在我們看到暫時經過了幾場比賽 球手的積分 因為剛才也提過 其實賽事總共有10站 來到澳門站其實已經是第5站 之前進行過的就是有卡塔爾 巴林 泰國和埃及站 接下來就有澳門 中華台北 香港 上台 印尼和沙特阿拉伯 現在我們先跟大家看的女子賽事 上線我們看到有南韓的金陵美 她的對手就是南韓的李影星 也看到進級的時候 在上一圈 金陵美就是贏中華台北球手的 張宇軒 另外李影星的對手就是澳門的林素琴 她可以擊敗了她 下線我們也會看到中華台北的黃馬亭 就是舞對南韓的張夏欽 她可以擊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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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倒是 暫時都是在練球的階段 一般球手其實有多少時間 給她們去練 她一般是每條拿兩球 就不是計時的 我又穿著橙色衣服 這位就是南韓球手金陵美 其實這次澳門這個比賽 南韓派來的球員 都不是她正式的國家隊 只不過是她們某間南韓的學校 裡面的學生 但都已經很厲害了 沒錯,差不多到最後階段 都相當多南韓球手 一開始,兩個國家 大家自己鬥自己 其實已經保證了她一定有第二 沒錯,下線也還有一個南韓 是 現在輪到你影聲 如果有頭看 你覺得這兩位南韓球員 和他們一級國家隊的女子球員 動作還是生疏少少 這次大會的樂友模式 都比較容易 變成他們都… 如果是打外圍的 就是用外圍的 可以拿到全眾的 都可以很高的機率 不是有時候他們出一些比賽 就令到全眾很難 這次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次的300分 整個比賽是怎樣 是 不過這也有點令觀眾看起來 覺得開心一點 容易得到高分 是 暫時都是… 差不多的分數 都是打了兩格球 我們看到那個分數 跟以往不同 第一球是9支保重 所以她就算19分 沒錯 如果保重 就押外加10分 對,她將10分 再加回你之前第一格打出來的支數 就是19 如果第一格是7支保重 就是17 可以 現在又輪到金靈尾 這次她就打不到全眾了 每個全眾就30分 所以如果她打了10格 都是全眾 都是300分 但是跟傳統的 傳統是要打12格 如果她要拿300分 所以就少了兩格 打這些保重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看到金靈尾 用的球 都是比較一些 不是很強的球 穩定性是高一點的 但是也反映了她 她比賽的落油 亦都不是落得很重 也不是落得很重 全部都是很年輕的球員 整個感覺是很幼亂 是 可能 又加上第一次有電視直播 一定會緊張一點 所以她的球員 是否要打到18分 因為我估計很多打開球都不是很習慣的 是 其實這個分數,他在美國的職業賽中 都曾經試過用過一次 但用過一次之後,就沒有再用過 都很努力地去嘗試 因為其實有關方面都希望爭取到 保齡球可以使得到運行 所以就希望可以令到 例如看比賽,或者比賽過程 相對緊湊一些、簡單一些 令到他的普及程度可以大一些 我可以成功保重,你應聲 未加分數兩位都是打勝平手 都是六十多分,只欠個尾數 一位是六十六、一位是六十八 正如剛才開始所說 如果大家都不失誤就可以接近些 但你說如果有一邊做得好 一邊做得不好的話 分數就很容易拉開 其實根本這樣夠分數差不多是… 鬥全眾多 是 鬥全眾多 以往也是鬥全眾多 但以往還可以鬥個時間性 是否一起打 是否連續打 現在是不好的 剛才你應聲就打了全眾 馬上取得了三十分 輪到金陵尾 我已經開了分屏 由於球的強度不夠 如果這種球進入得太薄 就會容易… 球會被瓶彈開 打這個分屏就不太難 都是在中間穿過 以韓國的球員的準程度 就是不會太難的 加上兩個真是自己人對自己人 那個氣氛就不算說很激烈 是 不過分數就有少少比你應聲大開了 是的 其實在第一圈賽事 就是總共有十六位選手 他們怎麼來的 就是在巡迷賽這一天之前 在澳門都進行了澳門公開賽 在澳門公開賽 就要成績在前十六 才有機會參加金陵站的巡迷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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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追,你一定要打傳衆 然後搏對手打不到 李應星又打到傳衆 即是說他仍然會領先金靈尾 是,李應星很明顯用的球是較強的 我們見到所有瓶的彈跳力都不同 128對114 只是14分的差距不是很大 只要有一個打到傳衆,一個打不到 就差不多能追到 這個已經入滲了 有機會了 當他打到保重的話 他這球只能拿到18分 如果對手打到傳衆 他就拿到30分 即是這球可以追回他12分 因為很明顯是說 其實真的鬥打到傳衆 對,是鬥打到傳衆 其實是公平一點 感覺是公平一點 但是刺激性是低了 只要是要看狀態 如果公平一點的話 基本上只要努力 對 那麼是要努力 嗯,金陵尾這一球 那倒是一般的 一般的 那倒是一般的 看下一格可不可以有機會 哎呀 保重不曬 很少吧 剛才這麼難的分評反而還能打到 這個比較容易的 反而這樣失去 有機會被你影聲拉開了 拉開了20多分,差不多一個全組 似乎雙數拿到金靈尾一直不太能掌握 但這群南韓球員有些… 同意說有些不同 這次我們不見有教練在後面教 通常南韓一出隊 當然有幾個教練在後面教 有了 很明顯球速也不同 是 新物料和舊物料始終有分別 有時候球員有些靈尾都不太明白 為何這麼堅持一定要用一些舊的物料 雖然它比較穩定 但是始終是… 除非這條靈尾比較乾 你才會用那些球 如果你見到對手 其實他用新物料的球 都能打到的話 其實沒必要用舊物料 一定是吃虧的 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 那些舊物料其實是八幾年代 九二年之前 所有保齡球都在用那些物料 直到九二年 有一間球廠就發明了一個新的物料 將整個保齡球的歷史改變了 但是近幾年 由於落油的問題 可能有時候 新的物料太強 球又太敏感 很多球廠就開始回頭 出回舊的物料 但有時候 一些比賽是需要用到這些球 我們要穩定一點 我不要那個球 轉彎轉得太厲害 那就需要用 但是以現在這個比賽 就覺得不需要用這種球 因為我們看到對手 阿利應聲 這個球根本不是很強的反應 好像跟我們以前看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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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 是很不同的 是 分數成35分 足足輸了一個傳中 那麼 剩下兩格 是啊 差不多沒得追 除非你對手連斷兩個 斷的意思是 連保重都沒有 現在反而是金陵美好像很難打回傳中 對 放棄了 在十六強第一圈的時候 他也是先淘汰馬來西亞的鄭作雜 八強就是贏中華台北的張宇軒 也是保重不到 再甩一球 這球一定會輸 這球已經輸了 看來影聲 好 訂出了很多 好 分數帶開了一點 他也沒那麼著緊 是啊 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局就可以了 打剩下兩支 成功保重就取得18分 是 是 今年的澳門公開賽 跟以往有些比較少人參加 可能他們的賽事太密 因為我剛好也有去的 我都回來 比希望少了很多 是 新賽制很簡單 只要打完這個士啤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打多一球 沒問題 打完這個保重 好 入決賽的了 來影聲 分數最終是243分 很高的分數 這個就是新賽制的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那個感覺真的比較容易打到300分 少了兩個全中 他打10個就可以了 但平均的分數會高 是 金靈尾打了9支 剩下1支 好 好 好 來 你 好 我來 我來 結果金靈尾的分數就是199 分數的差距都相當之大 是呀差不多40幾分 但是如果用回舊計法 你影聲這個波一定沒有243 對 是 即是你影聲在這裡 可以率先進入決賽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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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